中美的博弈呢 國防的這一塊當然是硬底氣 然後呢中國大陸底氣越來越強 我們現在看到中美的兩國防長 比如說呢 大陸國防部長董軍以及Austin 在呢 31號香格里拉正式的會幕了 然後呢其實呢大陸國防部發言吳謙也說 兩個人呢進行了相關談話 而且對台灣還有南海議題 都有相關討論 我們先來聽聽看吳謙怎麼說的 會談期間 董軍部長在台灣問題上 表達中方的堅定立場 對美方向賴清德就職表示祝賀 並派出代表團參加去就職儀式 他表示 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外部勢力無權干涉 美方做法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嚴重违背其所做的承諾 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嚴重錯誤信號 中方堅決反對 我們敦促美方切實 是糾正錯誤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不以任何方式 以武諸都 好 將軍怎麼看 台灣問題當然一定是中國大陸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吳謙他也之前提到 台獨就等於戰爭分裂是沒有和平的 然後呢最新消息是大陸財政部也在6月15號起 要對台灣134項傳批 終止是用ECFA的問題 然後國台辦說為什麼要終止ECFA 就是因為台獨的立場 賴慶德他就在玩這一招 就是說我在那邊搞台獨 但我嘴巴沒有講台獨 但我實質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到了這條紅線的時候 你不斷切想想切到那一刻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 如果真的能夠縱容你台獨嗎 真的是也是一個問號 譬如說現在你沒有做真正的台獨 但是你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將軍的意思是說 那大陸現在是不會針對於這件事情出手 不過呢未來是怎麼樣呢 也是一個問題了 那尤其呢兩岸如果爆發衝突的話 將軍他曾經有說過說 台灣這邊可能也許是撐四天 然後也會使出那個斬首戰 但是呢中國大陸這邊 很紅的這個土房哥啦 于北辰他就說 將軍是漢奸耶 怎麼會這麼說呢 然後呢其實之前的時候 土房哥他被呢 被列為這些制裁的對象 然後我們的張將軍也說 于北辰你正要多讀書 才不會誤人子弟 因為他這個 于北辰的話不能相信 那胡說八道 他自己這個藍爵飛彈210% 那個有個國中跟我講 他連國中生都不如 他大概在軍女生涯受到很大的打擊 什麼意思 他的個性異化了 因為異化的個性又需要讀書 因為這個黑板是黑的 如果他說黑板是白的 長官說是白的 你也要說白的 因為軍人以服從為命令 那很容易個性就扭曲 像于北辰的個性 還有他已經嚴格的異化了 那就要多讀書 多讀書可以把他異化的個性 或者他有 我認為他有人格障礙 也有人格障礙 有人格障礙 他在自信上受到一個很大的摧毀 那我就希望他讀書 我總之好了 你看他講話 也沒有邏輯 東進打西進 南宋打北宋 這個東漢打西漢 他就發現 這都要讀書啊 你要讀書才有辦法 你沒有讀書 那個英國的哲學家培根也講 革命的基礎 那個知識就是力量 那個孫中山 中華民國的國父也講 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 對 都是這樣 要讀書救國 也就是大家都會這麼說 都讀書報國 都是以知識就是力量 培根受得非常 我都希望他讀書 他講的就不會荒腔走板 這只有一個好意 因為現在 這個讀碩士 讀博士 都不用考試了 這口試就可以了 他可以去讀書 讀書之後 他會受到一個 很完整的學術訓練 他就懂得怎麼去表達 怎麼樣的邏輯 怎麼樣的嚴謹 是這個樣子 對 那今天 我今天拿到的大學的 這個碩士 博士 拿到了教育部通過的 大學的講師 副教授 鄭教授 我經過非常嚴謹 我在報道上寫的文章 一千多篇 不管現在的 自由時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還有以前的蘋果日報 包含自立早報 自立晚報 我都登過 我登過一千多篇 那我這些都是 所說的都是假的嗎 所以你也不會說出 愛國者什麼百分之兩百七 對 就不會那個了 他今天講的那個什麼的 漢奸 我就認為他這個胡說八道 對不對 根本都是胡說八道 而且他這個要吃法律的責任 這個也應該吃法律責任 所以我認為 我請這個余北辰 不要再胡說八道 你要自己多讀書 你這個 這個在這個人生的坦誤上 你不順 我們大家都能夠體諒 但是你不要胡說八道 你胡說八道 我這邊跟你講 你胡說八道你將來會吃虧 我希望你的人格 稍微再做調整 多讀書 我在軍校階段 從空軍右校到空軍官校 我就等到五次到一直到博士 我五次第一名畢業 我哪個地方沒有 第二個我讀 國家給我的勳章獎章42個 我是對國家的 你有我愛國嗎 你有我愛過這個台灣嗎 我寫了一千多篇文章 哪一篇不是愛台灣 你來查查看 你查到一篇 我寫的文章是不愛台灣的 我絕對比宇北辰愛中華民國 絕對比宇北辰愛台灣 我為台灣作戰積分 我到中國大陸去偵查 徵照189分的戰分 你有嗎 你有嗎 我再問你 對 所以我今天講 每一個人都要憑良心 你不要再胡說八道 你胡說八道 是對你人格的摧毀 多少人在網路上在罵你 都跟我講 都在臉書上都跟我講 所以我這邊講 給宇北辰的建議是非常的好 但是他不願意接受 因為宇北辰的話 他這個人人格已經破產了 網路上都在那邊講 太多了 我希望你 這個宇北辰今天也有看我的節目 好好的反攻自行 找出你人生的核心的價值 跟人生正確的目標 什麼話該講要嚴謹 你這樣才能夠展現出你的氣度 才用你這種大度 不要荒腔走板隨便講話 多讀書絕對對你有好處 我是從空軍右校 你是中正右校 到你是陸軍官校 我們都是黃埔這個軍校 大家都是三軍同根同源 你要站在這個角度來看 你以前 當然我知道你以前受過很大的打擊 我也知道 但是把它過去了 你好好讀讀書 好好讀讀書 而且我拿到的教授 拿到的博士 我是吃得非常多的苦 拿到的國家最起碼42個勳章獎章 這個絕對不 我講的大家可以去查 有人上網 我的教育部通過的教授 你也可以去查 我的博士論文在國家圖書館 也可以去查 我在八所大學當過兼任的教授 也可以去查 這些都是我自己努力出來的 所以我今天講話講的 絕對都是深思熟慮 儘量客觀 要有邏輯 要有理責 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國家過了42個勳章獎章 那我也不要急講 你拿多少 你付出多少 這些都是我自己也是個飛行員 這個出生入世 是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 于北辰如果看我節目 好好的反攻自行 閉門讀書 對自己絕對有益 對 所以你也支持將軍說的 于北辰你可能要多讀書 也要聊天室 就是一起聊聊 尤其將軍他非常認真來分析說 中國大陸的軍機 他到底的能力是怎麼樣 我們必須要知己知彼 尤其是殲20的能力 現在被說有超巡能力 很容易輕易達到超音速的巡航 台灣會不會看不到 因為台灣跟日本都沒有談到說 殲20來到附近巡航的事情 不過東部戰區也說 殲20為這次圍台軍演 他有進行相關的演習 那這次為什麼說殲20很引發討論 殲20他早就換成中國心臟了嘛 他有三個S的特性 隱身超音速巡航 還有呢 泰式感知能力 其實他動力系統一開始用俄羅斯製的 你看長這個樣子 這是俄羅斯製的發動機 然後呢 中國大陸製的是Warshan-15 其實呢可以看出來 大陸要慢慢的都要換成是Warshan-15 另外再來看到 歐亞時報也說 殲20早就成為解放軍的中流砥柱了 對 因為殲20他現在已經 這個生產的將近300架 已經換成將近成熟了 他現在就是要換穿Warshan-15 Warshan-15推力大 大概三萬兩千磅 對 那這樣的話 兩具 它是兩具發動機 加起來就是六萬四千磅的推力 大概可以知道是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他就 他隱身然後超音速巡航 一般來講 我們今天飛行不太超音速 因為你超音速是耗油的 那它就可以超音速巡航 我們平常的巡航都是次音速巡航 那有個超音速巡航又不好 那它那個超音速巡航 表示它在油量的控制 耗油 油耗的控制 是在它的一個範圍之內 就是已經變成經濟了 變成經濟 那變成經濟就不是那麼耗油 因為我們超音速巡航的時候 一般飛機是要開後燃器的 就是有人說叫加力器是這個樣子 那它可以不用開後燃器 就可以超音速巡航 不然就是它在發動機的推力上 大概突破了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突破了 渦傘15突破了 因為畢竟二字的發動機是比較 比較在冶金技術 還有這種黃金比例上是比較差的 但是渦傘15可能在這一方面突破了 它的這個可以充分完全的燃燒 產生最大的推力 變成它的這個熱效應的 熱效應提高的已經很明顯的提升 是這樣 所以將軍怎麼看 因為台灣的討論度很高 是殲20我們真的看不到嗎 想問一下將軍 還有再來看到 因為他也曾經也說 他在多個地方進行巡邏 日本也難以察覺 還有他們的飛行員 他們特別試飛員 他也提到了 下一代戰鬥機即將來了 那這當然是六代機的這一塊 我認為這個殲20要去看到蠻困難的 因為要有量子雷達 但是目前的話 量子雷達就美國在做研發 那這樣的話應該把你講 對這個殲20的話 要去發現它不太容易 那但是我們是不是 它要是不是要可以從這個 紅外線搜索追蹤系統呢 因為只有紅外線夾倉 紅外線搜索追蹤夾倉 但是它要兩架才能夠定位 大概有兩個方式 因為熱是沒有辦法遮蔽的 它發動機散熱出來的話 就拿這個追熱紅外線去追它 但是紅外線追它 是沒有辦法去感受它的距離 有感受到熱 但是沒有辦法感受到距離 但是這個感受到的熱 跟另外一架飛機感受到的熱 就有三角交叉 距離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是一個方式 我們叫做紅外線 搜索追蹤夾倉 是這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叫異地雷達 異地雷達的話 就是這個雷達 這個獨普勒麥斯頓 打到這個 我們講逆中戰機 叫做殲20 但是問題是它的雷達的這種坡 能夠反射出去的 畢竟是比較少 但是問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它要反射出去 另外一個地方它收到了 所以這個打出去 這個收不到 因為它把它散射掉 但是這一個雷達收掉 所以我們叫異地雷達 這個地方A發B收是這樣子 這個A發B收就可以探測到 所以要異地雷達 但是現在一般來說 沒有異地雷達 現在沒有人做異地雷達 現在這異地雷達 只是在這做一個 在實驗階段 還沒有成熟 所以要去抓這個殲20 有難度 有它的困難 有它的困難性 要用異地雷達 或者是紅外線搜索追蹤夾倉 大概這幾個方式 是 所以呢 中國大陸你看 殲20現在已經 讓臺灣這邊 也許真的是很難看得到 美國會不會也是很緊張 另外六代機也即將來了 無想問一下 中國大陸六代機將軍怎麼看 還有美國的部分 F-35 現在好多問題 這個B逆中戰機 全新的最近才發生的爆炸 其實它的妥善率不高 它正常妥善率要85 不過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2019年它妥善率只有14.9 還有很多的前方長都在罵它 說我們不具備那個執行人物 執行的任務 我們要眼睜睜看著它 供著它嗎 然後呢 奧斯汀說我們真的要確保 飛機能夠投入運營 然後呢 前代理部長也說 這個 F-35 根本就是piece of xxx 是罵它罵得好難聽 對 那我們可以看 它在愛德華州 就是加州的愛德華空軍 愛德華的空軍基地墜毀了 因為F-35它是單發動機 單發動機一般來講 比雙發動機要來的安全性 要來的低 因為雙發動機都可以彼此互相的 壞掉一個還有一個還可以用 單發動機可以回來落地 是這樣就把科目取消了 空中科目取消回來優先落地 就可以了 這是單發動機失效 還有另外一個發動機 但是F-35它單發動機 發動機一旦部分馬力消失 或發動機吃到了一些東西 叫做造成它的外物損傷了 石頭也好 金屬碎片也好 叫做它發動機就打爛了 那這樣的話變成部分馬力消失 或者會造成壓縮器失速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那萬一是它沒有辦法 它的這個部分馬力失效很嚴重 根本沒辦法維持平飛的狀況之下 那只能彈射跳傘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 妥占率低 妥占率低的關係 是因為它的備份件不夠 那你都有備份件 組合件還有系統件 今天一個飛機 一般來講有五萬個零件 那五萬零件的話 你每一個都要有備份件 那今天這個發動機到點 明天雷達到點 後天這個通信系統到點 然後啟動機系統到點 液壓系系統到點 滑油系系統到點 復健齒輪箱到點 這太多了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都要有備份 沒有備份的話變成雲羅 所以造成妥占率低 是因為備份件不夠 第二個美國它是以包商制度 你不是也不能 沒有經過它的允許 沒有經過它的授權 你不能自己拆開來維修 不可以 如果拆開來維修的話 你算侵權 違反支付戰 那罰則很重的 那就原廠修 在原廠修你要後送 今天這個飛機可能在日本 這個飛機F-35可能在韓國 這個飛機可能在歐洲 在德國那個地方 這飛機都在加州的愛德華空間 很多 你這樣怎麼樣去雲羅 換句話說你每一個地方都有備份 都有備份件 備份件 你太多備份件了 OK 然後你又不能自己修 你又等它的合約商來幫你換 你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造成妥善率降低 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沒有辦法即使獲得 我們講的備份件 是這樣 那你備份件只有20% 一般來講美國的備份件是 你100架飛機有100個發動機 你要買120具的發動機 因為20個是讓你調控 因為要進修進廠換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想要備份件要充分夠的話 你可能要50% 那這50%你要知道 你增加20%的備份件 增加到50%的備份件 那非常龐大的錢 那你要不要付這個錢 所以這是作業維持費 是作業維持的 那你要不要去 所以要考量 你要提升妥善率的話 那你的備份件就要做提升 要不然的話 在智慧財產權你要做解決 所以美國它這兩個 它有這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它就很不一樣 對 這個是L3的 這個是洛克希德馬丁的 這是諾普的 它一個飛機它是組合 是洛克希德馬丁 但是裡面很多系統 就是各個的公司 非常多的合約商 是這個樣子 所以後勤是很複雜的 對 所以它妥善率才會這麼低 你看到這個F35 現在妥善率這麼差 你要怎麼作戰 難怪美國的國防部長 都是在罵他 那相反的 中國大陸穩扎穩打 譬如說之前在照殲20的時候 美國一開始還以為說 中國大陸殲20 可能要很久很久 才能夠生產出來 所以F22他們非常自豪 就沒想到中國大陸殲20 就出來了 那現在殲20 我們知道他已經很成熟了 所以六代機將軍你怎麼看 對 六代機的話 它相反六代機的話 一定是逆中 一定是超音速巡航 一定是具有這個 我們講的Data Link 就是空中資料 作戰資料大家彼此分享 所以它的第六代機 一定是這個樣子 而且它的逆中技術 逆中途中要更先進 然後全程超音速巡航 更不用說 而且它可能後面 還要指揮一些無人機 療機 因為它這樣的話 在敵人要對它做攔截 做摧毀的時候 打到的是打無人機的療機 變成這個狀況 因為第六代的話 已經有三個要廣泛應用 第一個人工智慧AI 一定廣泛應用 因為第六戰機的時候 你人不要去控制那麼多 有些東西AI幫你去做 也有可能這架 整架飛機是無人機 但是也有這架整架的時候 這雖然是有人機 但是AI廣泛應用 第二個 複合材料廣泛應用 因為現在3D列印 那現在3D列印的狀況之下 它的又是複合材料 複合材料用的時候 飛機就不會那麼笨重 因為現在越來越 野金技術越來越進步 複合材料 我們講的碳纖維 不是 複合材料的話 它是雖然金屬 但是它問題的金屬是 不光是鈦金屬 也包括其他的這些 我們講的比較堅固的 因為合金之後 類似稀土這個樣 合金之後它的結構又很強韌 韌性也能夠 能夠享受韌力跟減力 是這個狀況 然後第三個 第六代的 一定是 有人機跟無人機 可能到時候 也可以有人機來飛 也可以這個變成無人機 無人機把這個飛機起來 這第六代 你有人機 有人機的模式 無人機可以用無人機的模式 可能變成這樣子做切換 因為跟第五代比 第五代它也是逆中 第五代它也可以超音速 第五代它也可以 這個我們講到了 到時候也有可能有中程療機 但第六代比它更多 我們講到 第六代更多的 我們講到更多的AI 控制 你人可能 人只要控制幾項 就控制AI就行了 類似這個樣子 你人只要控制幾項 其他的就要給AI來做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